今天呢还是聊创业相关的事啊 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说 自己创业有多成功 但是失败的这些案例呢 相对来说比较少看到 我现在呢创业第八年了 之前也出过视频 讲述过我的创业经历 很多同学呢都说想要看到更多 尤其是我作为普通家庭出身 创业的低筒基因是哪里来的 对于我创业初期是怎么挨过来的 比较感兴趣 我现在呢在某某旅游 顺便呢跟大家把这期视频录了 之前挖了坑说要给大家讲的东西太多了 不拖了 我呢不是说要当大家的导师指导大家怎样做怎样做 就是作为一个过来人啊 来聊一聊自己的真实经历 只要你只想赚钱 应该都能得到一些启发 避开一些坑 哈喽我是安然 我这个频道呢是专门分享 是个普通人的低成本创业方法和商业思维的 如果你也对自媒体运营和低成本创业方法感兴趣的话 就一定要关注我 给我一个三连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后续有价值的内容了 可能呢有新的朋友看到这个视频啊 所以呢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是一个创业者 今年第八年了 公司在海外呢也有十几个人的团队 有一些自己参股的生意 也算是有了自己的小事业 其实啊在寻找机会这方面 我真的走了很多弯路 我之前说三四年前吧 我创业失败复占了一百多万 但实际上我的第一次创业失败是在大三 那时候我一个人在美国 亏光了身上所有的钱 当时是有段时间球鞋特别火吧 我呢其实是不懂球鞋的 但我当时看到的呢就是心痒痒 就找了一个我当时的同学 她是很喜欢鞋的 但她也不会做生意 我当时有十来万吧 就想哎呀搏一搏单车变挪托对不对 一冲动也没想其他的 就全都转给她让她进货去了 事实证明冲动是魔鬼啊 这个钱呢现在过了十来年了都没回来 但这个呢是现实给我上了第一节写淋淋的课啊 无论你进入到任何一个行业 都是要先去学习的 这个学习过程呢 可能是你先低成本的进入到一个行业去摸索 或者说呢是先跟着对的人去学习 这个道理看起来很闲线很易懂啊 但是到现在很多人都做不到啊 我有粉丝来问我 哎他看别人做了一个剧本杀的店 他就算了算 哇开一场就能赚上千呢 就赶紧投了几十万进去了 结果后来从人员到流量到剧本来源全是问题 你一开始呢不需要学习太多 你就去学习一些基本的商业概念 去做市场调研 很多人呢看着同行哎不去研究 就觉得哎看同行干嘛 我有我的style 最后呢被市场教育的很惨 很多人都问我啊 哎我看着你年龄好像没很大 为什么有这么多经历 我现在呢是三十多岁 但我折腾这些项目呢已经折腾十几年了 一开始没钱嘛 做的呢就是都是一些小项目 基本都是轻资产的 比如说论文查虫啊 密室逃脱啊 特点就是投入少 盈利周期很短 后来手里累积有一点钱以后 才开始有团队做更大的 还有人跟我说哎呀你尝试这么多次 你得有资本对吧 我家里呢没有那么多矿给我尝试 你就这样说话不要疼吧 但我一直都强调啊 我出生在一个特别普通的家庭 我亏了也好赚了也好 跟我的家庭没有一点关系 每次的亏损都是我自己承担 每次的创业本金呢 也都是我自己积累的 我感觉赚钱这个事情啊 一个人的潜力其实是很大的 只是说看你对于金钱的欲望有多大 有没有被逼到那个份上 我当时大三第一次失败以后 学费生活费都没有 面临的很现实的问题就是 交不起学费签证被取消 在肯德基天天吃一美金一份的土豆泥 为了赚钱基本每天只睡六个小时 下时间都在工作 因为不去工作不去找出路 可能真就饿死了呀 最常有人来问我 为什么自己的账号做不起来 我说你无论火不火 至少两天发一条 我们帮你复盘以后你继续发 并且内容方面你别搞什么情怀 什么赚钱做什么 然后呢跟我说他觉得他做不到 理由是这里放不开那里不会做 我说那你做不到 说明你还是不缺钱啊 当你真的需要钱的时候 你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我之前呢也跟大家说 也没有什么人交过我商业思维 我一开始呢就是懵懵懂懂的尝试 我做过很多工作啊 比如说写文案啊 拍照啊设计啊 每个月的收入呢不是很高 但是呢也能勉强支付我的学费和生活费 这些工作呢 其实真的是只要你努力 就会有回报的 因为第一个是因为行业好 第二个呢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那个时候我其实不算是 真正意义上的创业啊 算是自由职业吧 但是呢没有任何老板去赚差价 没有任何同事去窃取你的劳动果实 你呢是完完全全的为你自己工作 现在社会上有种利息啊 就一直在说努力不一定会有回报 所以努力没有用 不要否定努力啊 否定就完了 其实呢是你选择的方式不一样 你说你想要做自由职业 没有渠道 那你就去找啊 你不去找天上不会掉下来的 你可以从小的机会开始 慢慢的摸通整个流程 这个过程呢 可能需要你努力几个月或者一年 但是只要你愿意去深挖一个行业 是一定能做到的 现在的社会不给普通人机会 这件事我觉得是最有毒的催眠 大学期间呢 给我启发最大的 是一个给别人找工作的项目 大家都知道 只要是应届生啊 都需要去找他的第一份工作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 但很多学生呢 都不知道怎么去面试 怎么样去改简历 我当时呢 就在某红书上发内容 连发的内容呢 都非常简单 就是我这边想要建一个群 给大家做模拟面试 同行业的同学呢 可以一起交流 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 大陆剧呢 就开始给我推 后来500人的大群啊 我那里建了几十个 有上万好学生 这个时候 我就开始在领音上 联系一下HR和高管 我说我这边有上万好学生啊 想要了解一下 这个行业怎么就业 我这边付费给你 可不可以来帮我做一个 线上的讲座 如果有好的苗子呢 也可以直接推荐给你们公司 别人答应我以后 我就开始在群里宣传啊 就说我邀请了某名企的 谁谁来过来帮咱们做讲座 如果大家来参加讲座的话 每人四十块钱啊 并且讲座呢 提供内推机会 第一场讲座 光报名的就有一千多人 大家可以算一算 这是多少钱啊 在这期间呢 还有一些学生来找到我 直接问我有没有简历修改服务 我呢 就直接找到一个淘宝店铺 我这边量大 要了一个批发价 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相信我 我是这个群的群主 我意识到做生意的王道 其实就是信息差 当你开始学会 用信息差赚钱以后 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世界是有点魔幻的 我之前呢 经常说信息差呀 好多人呢 就来跟我刚 是我居然都21世纪了 还在说信息差 现在互联网上什么信息没有 但说实话 真的每个人 每个行业之间 都是存在信息差的 网上流通的 大部分都是大众化的信息 比如说你遇到了一点纠纷 想要咨询一个律师 那么律师是知道 你就摆住几个法条 你就解决问题了吗 你想要去租个房子 那房屋中介手里 有你找不到的房源 整个中介行业 用的还是信息差呀 之前呢 看到过一个段子 就说在平时多多上 卖9块9包油的杯子 你扔到闲鱼上 可以卖19块9包油 放到淘宝上 卖点变成品牌大醋 变成29块9包油 放到京东上 改个名字叫黑科技保温 可以卖39块9包油 放到亚马逊上 标注这是海外直游 可以卖到49块9 看上去可笑啊 但是现实世界里的信息差 只会更加离谱 段子来源于生活嘛 有人会说 那用物傻吗 不会自己去查吗 我想说 大部分人没有心思 去浪费时间 去调研 这些价格有哪些不一样 很简单的道理啊 楼下的便利店 和一公里外的沃尔玛 你会选择去 一公里外的沃尔玛 去买饮料便宜快钱吗 有人呢 就是认为 拼多多的东西不够好 6688上的东西太杂 自己呢 也负担得起 就直接在金融上下单 什么叫做信息差呢 核心就一句话 我知道你不知道的 有多少信息不对等 就有多少财富 现在的信息看似透明 但只要你不从事 这个行业的生产 你根本不知道 这个东西多少钱成本 我有一个朋友 是做机械厂的 他一台机器成本5万 市场同行 或者熟人拿货 他6万块钱就卖了 但是呢 给网络公司 他们卖9万 给出口公司 他们卖15万 同样的东西 不同的平台 不同的人卖 都会有不同的价格 但是呢 不管卖什么价 都会有人买 这是因为客户认为 他买的东西值这个钱 他愿意为产品买单 另外呢 网上的信息是很多 但缺点就是太多了 你不知道哪些信息 是真的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坏句话说 当大家真的 为了信息差付费的时候 买的其实不是这个信息 而是解决方案 比如说你想要了解一下 出国留学 你一去搜美国留学 澳洲留学 日本留学 德国留学 都会出现好多好多信息 但你依然不知道 基于你的预算和背景 最适合你的方案 是什么样的 那么大部分人 可能就乖乖的找到中介 去交这笔信息差的钱 一个小白想要当摄影师 当沙发师 想入行互联网 这个时候呢 他不知道行业里怎么接单 什么发展路径比较好 网上的信息呢 也就说个大概 那如果这时候 你出一个服务 教大家如何入行 你觉得对方 会不会愿意付你这笔钱 这个也是为什么 我经常告诉大家 可以尝试去做自媒体啊 因为现在自媒体 其实就是给你这么一个机会 把你知道的 分享给大家 比如说你作为一个 已经养过孩子的宝妈 那么你把你的知识和经验 分享给其他的新手妈妈们 是不是也是有价值的呢 很多人都在说 不知道做什么内容 不知道找什么赛道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 就一句话 你去做给两三年前 或者四五年前的你自己 你想一下 你那个时候 有什么样的困扰 你在职场发展 遇到平静了吗 你在出国留学期间 被坑了吗 你在学一门乐器的时候 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你在想成为一个 职业插话式的期间 踩过什么坑吗 本质上就是 现在的你跟以前的你 也是存在信息差的 所以你把你的内容 做给几年前的你自己 思维呢 一定要打开 不要呈现沉浸在 自卑和内耗里 你活了几十年 一定有很多的信息 是中国其他的 几亿人不知道的 你看网上很多人 拿东北话讲段子 或者南方人吐槽 南北差异 不也是基于 语言的信息差吗 如果大家对 做自分媒体和 搭建个人IP 感兴趣的话 我们也给大家 准备了入门首色 欢迎关注描述栏 听到这里 是不是觉得 做生意看起来也不难 或者这些项目 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也就是基于信息差吗 我今天呢 就想要主要给大家讲讲 尤其对于创业小白来说 这是真实且致命的误区啊 也是我之前犯过的错误 就他这几年很火的 上轮清理家电的 这个业务来说 就说你清洗一个洗衣机 一个油烟机 就说好几百块钱对吧 很多人呢就觉得 哇这个生意太好做了 但是呢你仔细想想啊 那首先呢 你得找到一个人很专业 并且愿意去清洗洗衣机 也得有设备提供给别人 人家呢可能还要保险 不然爬上爬下的 每个保障都危险对吧 下一步呢 你得找到客户 他们愿意付这么多钱 并且还得相信你啊 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你呢还得保证客户的安全 那万一招起来 一些乱七八糟的人 怎么办对吧 这个呢是为什么 有那么多人都在说创业难 因为一个生意 你做成并且做大 是由层层的信息差 堆叠出来的 这样呢才会真正的 形成壁垒和护生河 就比如说 你可能做饭挺好吃的 别人跟你说 哎呀你这个手艺 可以出去开店了 以后永远不会失业了 但实际上一旦你当真了 去开一个餐厅 会发生什么呢 你首先就要确定 你的菜单上有几十道菜 并且所有的菜 在客人下单半个小时之内 就要上齐 跟你在家里慢悠悠的 用一个小时做三道菜 根本不是一回事 如果你雇厨师 那你怎么确保口味和卫生 同时呢 你得想办法缩减 每一道菜的成本 你才能发得起工资 在一片餐饮红海里 你怎么去做营销 才能吸引别人来 就这样 你还得想办法 让你的手下人好好干活 大部分时间 你累得要命 甚至还没赚几个钱的情况下 以下人一边拿着你的工资 一般骂你资本家剥削 这是为什么我们看一些店 他们开的越大 开的分店越多 味道越没有之前好吃 这是因为评价 一个餐饮品牌的标准 从来不是好不好吃 而是能不能标准化 这是所有的餐饮企业 都要做的取舍 为什么都在说 麦羊牢真的是餐饮业的顶流呢 这是因为你去世界上的 任何一家麦羊牢 一天的巨无霸和麦香鱼 都是一个味道 就算你的水煮鱼 做的特别好吃 那你这个大厨累死累活 一天能做多少份水煮鱼呢 你怎么能确保 你十年如一日的 去做水煮鱼呢 我们平常为什么说海底捞牛啊 其实就是 它不仅仅把菜品标准化了 还把服务标准化了 那么大家只要去海底捞 就知道服务一定还可以 需要的时候呢 就会直接去 所以如果你现在 你通过来的第一步 无论用什么方式吧 赚了一点小钱 那么你下一步 如果想要赚更多 那你一定要想 你怎么把你的产品和服务 标准化的 还有一个很多人 创业失败的原因啊 就是对于自己的能力 有错误的评估 很多人呢 可能在一个很大的公司里 做的不错 一年呢 也能拿到几十万 感觉工作太无聊了 公司已经容不下自己的才华了 但是创业这个事呢 对你的综合能力要求很高 尤其是初期 上到商业模式搭建 下到路边发传单 很多事情都是需要你亲力亲为的 很多人呢 最近看见一下大佬们吹牛吹多了 觉得创业呢 就是自己指点江山 底下人开始打仗 挥持方球的 但在现实里啊 百分之百的创业一开始 都是古差事 就算你这个富二代 有很多钱 雇很多人也一样 如果你不亲力亲为 一定翻车 更何况你上班的时候 大家回忆一下 是不是有一个必备的技能 叫做甩锅 可能说你遇到一个问题 不会绝对不了 你大不了摆烂 然后扔给别的同事 别的部门 那么总有一个时刻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对吧 而且呢越是一个大的公司 这种情况就越明显 这个技能呢也越重要 但在创业的时候呢 如果你作为一个老板 你都不知道怎么干 那底下人更不知道怎么干 甩来甩去 还是你自己的活 在甩的期间 还浪费的时间 越拖越久对吧 所以说你在创业的时候啊 最重要的是执行是落地 我呢当然也不是一个全财啊 我也有很多缺点 但我为什么能做起来呢 是因为我觉得 我最大的能力啊 是能够把一个idea 从一个想法做到落地 我在创业初期 曾经挨了一个朋友莫名其妙的骂 是因为他之前跟我聊过 他想做的一个项目 我当时呢觉得也不错 聊完以后呢 我就自己苦哈哈的做了 做了半年以后 这个项目有点起色了 做的还不错 他呢就来骂我 说我剽窃了他的想法 跟我要钱 我当时就很懵逼啊 说你尽管有这个想法 但你从来没有执行过 为什么这就叫剽窃了呢 你也从来都没有告诉我 指导过我怎么做 我们只聊过一次天 莫非别人把你在 你贺旧凯大山时候 说的话给实现了 就叫做剽窃你的想法了吗 另外你的这个想法是首创 从来没有过别人想到过吗 市场上已经有很多人都在做了呀 从来不存在说 你有一个赚钱的想法 那你就可以成功了 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缺idea 缺的是把idea落地的人 你如果问我有没有想过 回去打工 那肯定有 毕竟无论你再怎么骂 打工也相对轻松对吧 如果你想当条闲鱼 那你是可以躺平的 拿到工资呢 尽管说吃不饱但也饿不死 但我一直相信啊 人生呢区区几十年 可能躺平以后呢 你确实是可以得到一个 相对稳定的生活 但如果生活就是 你每天按时上下班 吃饭睡觉为孩子操心 而逛了街逛了超市 作为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 那你难道不觉得 大好年华被浪费了吗 我现在呢 不仅仅是录这些知识类的视频啊 我也做很多关于我生活的记录 就希望自己80岁的时候 躺在摇椅上 还有很多精彩 甚至惊心动魄的瞬间可以回忆 如果大家真的想要一个 相对自由的生活方式 同时你觉得有一个 特别适合的idea 那就赶紧去做吧 不要呢 给自己留任何遗憾 我这个频道呢 是专门分享最适合 补动人的低成本创业方法 和商业思维的 如果你也对赚钱感兴趣 就一定要关注我 给我一个赞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以后 我们有价值的情报了 我们现在也开放了付费咨询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 但不知道可不可行 都可以跟我们的专业团队 约一个一对一的咨询 看一下你的想法 有没有商业价值 怎么落地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 最近有一点点启发的话 就一定要给我点个赞 好 下期见啦